诶 嘿大家好 呃 又到了这次直播的时间 呃 今天 要跟大家讨论一个非常 呃对于拉小一琴的人来讲非常重要的 呃学音乐的人来讲都很重要的事情就是 拿到一首新的曲子的时候 就是如何提升 就是练习一首新曲子的能力这样子 这个问题我觉得 我看到非常多 学习者 都有 呃 这样子的问题就是 拿到新曲子不知道怎么拉 那现在因为 人还没有很多 所以先跟大家闲聊一下 我刚才 有一件事情想跟大家分享就是 我今天 呃 晚餐的时候去佳乐福 采买一些东西 然后 我在佳乐福那边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东西 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然后 我也想要藉由这个直播 看看有没有粉丝哦 有一些 同好 然后可以 就是解决 我想要问的问题这样 这个东西是我今天在佳乐福发现的 有没有看到这什么东西 上面写 莫扎特 莫扎特 OK 这个 你看一下 上面这个 头像 很可爱 它是什么 一个巧克力酒 然后 跟大家闲聊一下 等一下哦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这个 呃 我想问大家如果 有知道哪边还有在卖这种音乐家的酒 我想要请大家就是私讯给我 因为我曾经在我几个 蛮重要的老师他们家里看到那种非常漂亮的 小提琴的酒啊 还有一些作曲家的酒这样 然后 这个东西我打算等一下 反正等人稍微多一点的时候 或是 再过一下的时候我想要就是开来喝看看 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我通常我学生哦 还有朋友啊 从那个奥地利回来的时候 他们就会带 伴手里 通常就是带莫扎特的巧克力 那我们知道说 那个 因为奥地利的名产是 巧克力 然后 我觉得这个商品很有趣 因为我在佳乐福就是可以看到这种东西 又是奥地利进口的东西 我觉得很有趣 因为他是把 奥地利两个很重要的东西 巧克力 跟他们最伟大的人物莫扎特 做结合的一个商品 对 然后 我有这个就是对 对吃啊 就是还蛮懂的朋友 就 我刚刚有稍微跟他聊 他说 其实像这种 这种酒啊 他们在奥地利 不是在奥地利 就是在餐厅常常会把它拿来 跟别种酒 调在一起 然后在奥地利的时候 会把它加在咖啡里面喝 我 我现在想要 顺便喝喝看 告诉大家它的味道怎么样 我拿了一个小酒杯 看一下 等一下 这个 为什么 可以有人告诉我 为什么 当我开始直播的时候 电脑板上面 这个互动的按钮 会不见 OK 我看到 我看到有 有大家留言了 诶 那个 小提琴 平生的酒 如果知道品牌什么的话 请分享一下 那个 我非常想要这种 这种商品 OK 这个酒杯来了 我现在先打开喝一喝 然后 就要跟大家直播今天的东西 看看味道怎么样 反正 反正 我们 学音乐的 其实 我学音乐 爱喝酒的非常多 然后 我有几个朋友 就是 音乐会前一定要喝酒 然后 我跟各位分享 我以前在纽约念书的时候 我有个伴奏 然后 他 他是学校配的职业伴奏 他每次来跟你练习的时候 只需要 我跟他练习 只要练一次 然后 就可以上台 考试 或是比赛 然后 那个人 即便是同样的曲道 跟不同的 他马上就可以知道要怎么弹 但是 他来练习的习惯就是 他一定会带个随身的酒壶 然后 他本来就会全身酒气 那基本上跟他rehearsal一次 他就可以 帮你弹得非常好 但是 有一年 他突然被学校 隔职了 那个 呃 看一下喔 对 酒跟琴 一样是艺术 我同意 我现在分享一下 然后那个 那个 那个 那个什么 我那个 钢琴伴奏啊 有一年就被学校隔职了 原因是因为 有一天学校audition 所有大笛琴 从海外世界歌艺来的人 是找他伴奏 他那天要到 其实他那天因为喝酒 喝醉了 全部都没到 那天所有考大笛琴的人 全部都拉solo 都没有钢琴伴奏 然后他就被辞职了 可是我记得过一个学期之后 他又回来了 因为他真的太棒了 好这是题外话 我只是想要分享 就是说 有人因为靠 靠喝酒 然后让自己的琴 弹得比较棒 我其实不是啊 但是 现在 现在只是 哇这个很像巧克力牛奶 因为我看他的成分里面啊 有奶油 我应该喝这样子 还可以继续直播啊 唉 我觉得不错喝 可是 我不是品酒专家 所以 这个 我只是觉得他非常可爱 是蛮好喝很甜的 很像喝巧克力 16% 所以大家去珈乐福 可以找一下 我真的觉得他 平身 超可爱 然后 我如果有学生 或是朋友看到我的直播 我拜托你们 下次 要送我小礼物的时候 可以送酒 给我 那个酒最好跟音乐家有关系 对 我相信 我相信 可能在德国 可以找到贝多芬 或是巴哈 或是布哈摩斯 好 我们今天回归正题 我觉得现在 人数还 已经慢慢变多 我可以开始讲 就是 怎么样增加这个 大家练新曲子的一种 能力 好 直接讲三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是 要自己练不要靠老师 第二个重点是 练新曲子之前 不要听任何的录音 第三个重点是 练完之后 一定要去听 很多的录音 听录音很重要 听音乐很重要 可是 先后顺序很重要 OK 我常常碰到 OK 譬如 我要讲一个重点 我们去跟老师学琴 不管是弹钢琴 或是拉小礼琴 我们是去跟老师学 把琴拉好 把琴弹好 我们不是去跟老师学 把这一首曲子学会 然后 这个重点 很多学型的人 并不知道 我旁边有人在喝刚刚的酒 然后跟我说不好喝 也会影响我直播啊 就是 我们现在跳回来 这样子我会有点那个 我们跳回来这个主题 酒的事情已经 我旁边有个酒鬼 在旁边一直 在我附近在那边喝 喝我刚喝过的酒 我这边有高感度麦克风 那个稍微小声一点 我们 就是 我发现很多学生 有个问题 我问一下大家 就是 你们练新曲子的时候 有习惯 老师先 弹一次 或是拉一次给你们听吗 我个人 我不是很喜欢 就是 做这件事情 因为 这件事情会让学生 就是 失去自己去探索的能力 OK 我们要知道说 我们去学琴 是要把 什么叫做会拉琴 会拉琴是 我没有罪啦 会拉琴 是 什么曲子都要能够拉 而不是有交过才会拉 OK 就像我举个例子 譬如说很有名的国际大赛 伊丽莎白 她其中有一轮她就是 每个参赛者 需要 打开一个 为这场比赛 所准备一个新的 没有发表过的作品 然后他们在有限定的时间之内 完成她 上台 演奏 那 我虽然我不觉得 四周是一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能力 可是我觉得她是一个必要能力 但是在拉 第二次第三次可以 赶快把它练好 这个能力也非常重要 所以 有没有办法自己练好 这个事情很重要 但是我觉得 能不能够有这个能力 就是 老师不要插手太多 这是第一件事情 但是 通常有这个 这个前提之下的时候 很多人会有小聪明 她把谱打开新的曲 我没有什么听过不太熟 她就开始上YouTube 或去找音乐 以前我们都是 清洗 现在当然很方便 上YouTube 连指法 工法 都看得清清楚楚 我告诉大家 这件事情 真的不要做 应该是说 不要在你自己 试着拉它之前做 因为 我们的耳朵 没有到那么好 你们如果听过 或是看过这些演奏 只会用自己耳朵 所接受到感受 跟感觉 还有判断 包括那些拍子的速度快慢 甚至 你看到一个错的影片 或是有些录音 也有可能拉错音 你就跟着拉错音 完全不知道谱上怎么写 这种状况蛮常会有 所以 我觉得 不要在自己 尝试拉新曲子之前 去听录音 去听表演 那个曲子 的表演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一定要从头到尾 是靠自己的能力 拉过 最好用节拍器对过 然后 熟了 什么叫做熟了 就是 你大概可以把 从头到尾 的曲子 什么地方要快 哪个地方是比较困难的 哪边是 你可能要跳出来练 哪边是你练不起来的 这些东西 都搞得很清楚之后 有办法自己从头到尾 然后刚刚我讲的东西搞得很清楚之后 然后呢 开始你一定要 去看大师 去看别人的演奏 再来检讨自己是不是 哪边拉错 这些动作过程 最好在 你见到老师下一堂课之前完成 我就会觉得 你自己把一首曲子拿起来 拉的能力 这个可以提升很多 所以其实最重要一点就是 最忌讳一点就是说 不要在自己还不熟一首曲子之前 去听录音 因为我们听到那些东西 有可能 都只是自己耳朵的感觉 速度 节拍 等等音乐性的表现 我们 这样会上市自己去看乐谱 跟了解作曲家原本的意思 还有自己去踹这个技巧要怎么练 甚至功法怎么想的能力 对 那我附带就是 当我们大家看影片 在一个新曲的时候 很多东西不知道怎么拉 大家会知道说 譜上写的东西 譬如说他写一个圆无线 他不见得代表是功法 这些东西不要完全去copy 你们看到这些 影片 像以前我们 没有什么影片可以看的时候 我们是 一直听CTC 有时候会想要 很好奇他用什么功法 用听的听的出来 但是听出来之后 也未必一定要这样做 你如果真的很仔细去研究 很多版本 那些编辑者 编辑者 他们 在 编辑他自己写的功法 跟你听到他的 录音跟 看到现场演奏录音 其实真的不一定是一样 所以 这些东西一定要 就是自己去try 那我 那个 请大家帮个忙 就是说 下次看到我的 因为我需要一点动力 因为我之前做直播都非常随性 如果发现大家会很乐意帮我分享的话 我就会 越来越定期 会越来越有动力 去做直播这件事情 所以 请大家帮我 帮忙我分享 ok 然后 我认为 我认为 练心学 增加练心学的能力 重点就是 一 不要 就是 把责任推给老师 不要 尽量不要要求说 老师 你可不可以拉一次给我听 我觉得这个 不太好 不管你在任何程度的学生 我认为 这件事情自己try一次 当然 你老师要是没有办法示范这种 这种也是有点问题 可是你不要先要求他示范 自己先 自己先说 第二件事情 曲子不守之前 不要听 唱片 不要去看影片 第三件事情 大概了解曲子的状况 了解哪边难 哪边不难 哪边你需要花时间处理 哪些希望花更多时间去想空法制法 之后 整体的曲子 的内容之后 要 那个时候就要去听CD 就是三 这个三个重点 长期下来 我觉得这个会帮助你们 就是 去 去 能够更快的去 上首一首新的曲子 而且 可以有自己的想法 并且知道自己 为什么要这么做 OK 好 今天的直播 谢谢大家收看 希望大家 呃 记得 那个 今天那个 如果有那个什么 酒啊 酒的商品是跟音乐家 或是小卫星有关的 资讯 请你们私讯给我 或者是在下面公开留言 分享也可以 OK 好 谢谢大家收看 祝各位有个美好的夜晚 拜拜